欢迎回到华美教育 或者是中了乐透的那一小部分人 否则你需要从头开始积累财富 这不是个简单的目标 面对工资停滞不涨 债务不断增加 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想要积累财富似乎是徒劳的 但是如果你养成以下十个习惯 有可能达到你期望的财富目标 1.设定人生目标 马特丹尼尔森在Investopedia上问道 对你来说财务自由是什么 只说要追求财务自由 目标太模糊 应该要具体 列出你的银行账户应该有多少资金 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以及应该在什么年龄实现 他建议目标越具体 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接下来从当前的年龄开始做计划 并定期建立财务里程碑 丹尼尔森补充说 把你的目标清清楚楚地写下来 然后放在你财务活跃家的第一页 2.量入为初 过着开销低于收入的生活 并不意味着成为吝啬鬼 或者错失生活中的趣味 对我的财务编辑迪安娜里奇解释说 相反 它仅仅意味着你每个月的支出 少于或等于你的收入 因此 你不会信用卡负债累累 更重要的是 这将帮助你创造一个更稳定的财务前景 当然 量入为初需要自制力和一点牺牲 迪安娜补充说 但是 如果你坚持下去 除了避免债务之外 你还将获得以下回报 减少压力和焦虑 让你更成功 健康 不畏信用评分忧心 积累财富的能力 拥有更多的自由 获得财务保障 这一切都很好 但是 你怎么能在不亏待自己的情况下 真正量入为初呢 这里有几个建议 第一 使用50、30、20的规则控制预算 把50%的实得收入 用于食品和住房等必需品 30%使用于你想要的 20%用于你的储蓄账户 第二 设置自动化储蓄来省钱 首先把自己薪水中的一部分 直接存入储蓄或退休账户 三 不做无意义的消费 这包括你从未使用过的健身房会员资格 四 不要攀比 假装自己经济富裕 实际上 他们可能负债累累 五 延迟消费 例如等待促销或折扣 而不是为杂货 服装 电子产品或旅行 支付全价 最后一点是改变债务结构 让你更容易地偿还债务 例如 可以和贷房协商 或者通过债务合并取得更好的利率 三 建立稳固的现金储备 虽然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首要考虑 但在紧急情况下会发挥作用 考虑以下的场景 一大早 你用来上班的车启动不了 需要更换启动器 更换零件和劳工费 会让你支出400美元 显然 这应该视为紧急财务支出 毕竟 你需要这辆车维持生计 问题是什么呢 你手头没有现金来支付这笔费用 此时 你不得不使用信用卡 这意味着还钱时 也必须偿还卡上的高额利息 为这些类型的紧急情况储备现金 可以让你高枕无忧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它有助于防止你被债务压垮 理想的情况是 你应该积蓄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 不过 不管存多少积蓄 有总比没有好 比如上面花400美元修车的例子 如果你在应急储蓄中已有300美元 你只需要用信用卡支付100美元 4.善用借贷 很多理财专家会建议你完全避免借贷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借贷都是不好的 例如 你打算贷款购买汽车或者房屋 就需要良好的信用 申请信用卡并负责任的使用 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你还可以利用借贷来投资教育 购买财产 启动或发展你的业务 什么是滥用借贷 例如 当你无法还清信用卡债务时 你还刷爆信用卡 购买音乐节的VIP门票 5.制定投资计划 在你建立了应急储蓄来处理意外情况之后 就该开始你的投资了 个人理财专家艾里希亚迪翁说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投资账户选择 你看到的所有不同账户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类 退休和非退休 出入投资时所犯的一个大错误 是认为自己太年轻而不必担心为退休储蓄 艾里希亚补充说 但投资和退休计划实际上是齐头并进的 投资是积累财富的工具 而退休需要财富 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阶段 他建议如果你想有充分的投资经验 你应该开始为短期和长期目标储蓄 退休是储蓄的关键目标 但通常不是唯一的 中短期也有不可避免的开销 投资可以帮助筹集资金 艾里希亚说 关键是了解最适合你的账户类型 然后知道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开支 用投资帮助你提供这些资金 退休账户有各种类型 一些最常见的退休账户类型 包括401K和IRA 通常这些是雇主会匹配的计划 但还有为企业家和小企业主 量身定制的退休计划 在匹配这些退休计划后 你还应该考虑购买年金险 这可以补充你的其他退休账户 同时还提供有保证的终生收入 至于非退休账户 考虑投资股票 债券或交易所交易基金 为了充分准备 你还可以使用机器人投资顾问 他们会为你跑腿 如果你已婚 应该考虑联合经济账户 如果你有孩子 可以考虑529计划和UGMA UTMA账户等 更重要的是 你应该拥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 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投资回报 六 花钱要精打细算 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 购买东西还要物有所值 例如 夏天快到了 你需要一双人字托 你没有花50美元买一双像样的 而是从一元店买了一双便宜的 这里不是说一元店不好 是要看那人字托能否撑过整个夏天 如果不行 你可能要不停地购买更换 更换劣质鞋的成本 可能比你从一开始就花50美元要多 此外 你也不必要花200美元购买一双人字托 这有些太过了 你可能因为购买昂贵的品牌 而降低生活品质 七 利用雇主福利 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 你可以跳过这个 如果不是 请确保仔细检查雇主的福利计划 这样 你可以避免错过免费福利 雇主可能提供超出退休计划的福利 这是你应该寻找的福利 退休匹配计划 人受货残疾保险 健康储蓄账户 员工股票购买计划和法律服务 八 扩展理财知识 想到理财可能会令人生畏和不知所措 但是 如果你想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稳定 并掌控金钱 那么你需要不断地学习 内容从减税到投资 再到退休计划等 你如何去做 这完全取决于自己 阅读理财书籍 在线关注专家 或者参加在线课程 这没问题 你还应该找一个财务顾问 坐下来好好听听他的建议 九 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拥有几种不同的收入来源 可能非常有益 首先 如果你失去了一种收入来源 你可以求助于其他的 另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使用额外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或者把它用于储蓄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副业 就是你可以从事自由职业 或者在空余时从事第二份工作 可能是临时的 例如 你想为度假赚一些快钱 但这会消耗你的精力 还有什么收入来源呢 寻求被动收入 可以出租一间空置的卧室 出售信息产品 购买年金险 或者开办电子商务网站 这些方案 初期也需要做一些功课 但最终你会在不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下赚到钱 十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凯特安德伍德在另一篇Do的帖子中写道 财务和健康息息相关 毕竟 医疗保健是要花钱的 当你身体健康时 赚钱会简单得多 你可能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专注于健康的习惯 比如均衡饮食 锻炼或睡眠 然而 如果你考虑到很多跟健康相关的理财原因 你可能会改变主意 首先 当你身体健康时 你就不太可能生病和请病假 当你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时 我知道这点很重要 如果你一天没工作 就赚不到任何钱 如果你受雇于人 错过太多天的工作 可能会阻碍你获得加薪或者晋升 其次 健康有长期影响 随着医疗保健成本的上涨 今天照顾好自己 可以在明天减少这些费用 因此 应当优先考虑充足的睡眠 营养丰富的饮食和定期锻炼 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您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